嗨,我是阿俊 最近外申說這種20片的拼圖 太簡單,他一下就拼完了 而且大部分都已經缺片 所以我就去買了幾款不同品牌 大概100片左右的拼圖回來給他玩 其中智賀的拼圖 是我在賠玩過程中最有感的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盒是夢幻森林 他們家的圖啊,細節都非常的豐富 而且顏色調得很舒服 但也因為細節多的關係 所以他這種大色塊的圖就比較少 如果直接看圖就拼的話超級難 但之二很貼心的是 這種觀察拼圖系列啊 都會有附一張跟圓圖一樣大的海報 就可以直接變成找找看,降低難度 不僅如此 陪小朋友玩拼圖最擔心的就是 他沒有耐心或是他不想玩 剛開始外申也是興知缺缺 一直在玩拼片 根本就沒有想要拼拼圖的意思 所以我就改成 告訴他拼圖上有什麼樣的圖案 請他幫忙找在哪裡 這個是有一個綠色的房子 跟一個綠色的蘑菇 先降低難度讓他參與進來 然後重點來了 就是這些圖案啊 他的表情跟動作都非常的豐富 所以我後來就開始問他 對於這些圖案有什麼感受 這個是什麼味道? 臭臭的 臭臭花哦 那臭臭花在哪邊? 那這個香菇是什麼表情的香菇? 這個有一點不滿意的香菇 它是不滿意香菇是嗎? 嗯 這有點像幫忙有取了名字 就會特別在乎他一樣 有了情感上的連結 就可以增加他的興趣 延長他的耐心 像這種細節比較豐富 拼起來比較困難的拼圖 可以先試著分區塊 例如說這一包就是側邊的這一條 那這一包就是上面這個區塊 縮小他搜尋的範圍 也是一種降低難度建立新興的好方法 除了有白編的觀察拼圖之外 這一款藝術拼圖動物的系列 也非常推薦 它這個就是想像力的大集合 你看大象的眼睛是花朵 然後鼻子噴出來的水 是魚 呵呵 而且這個系列拼完就是一個動物的形狀 裡面有很多不規則的拼片 很適合想要多加一點挑戰的朋友 這一次有特別跟志賀要到全面八折 藝術拼圖系列兩件七五折的優惠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連結看看喔 謝謝大家 好